各位好,我是杨顾问 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发现到呢 某些人呢,突然跑入镜头里头 那已经拍了,可不可以把这个人去掉 同样我希望把某些背景去掉 可不可以很快的完成呢 所以我们利用线上的AI软体一 Clip Drop 它可以很快的把你照片上的某个物件去掉 背景也很容易去掉 所以它有一个Clean Up 清除图片的物件 Remove就是Background 就是背景去掉 你用这两个工具就可以做到 这里本来是一个图 你利用Clean Up 把文字去掉了 再利用RemoveBackground 把背景去掉 只剩下这个图了 当然你会运用的话呢 这张照片莫名其妙有些人头在后面 我们可以利用Clean Up这个工具 把这两个人头去掉 变成这样 我们进入这个Clip Drop这个网站 直接Clip Drop 点下去 这时候您可以选择Sign Up 就是我要注册 注册点下去之后 我一般习惯就用Google帐号注册 那你选择Google帐号注册之后呢 各位显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很多的测试账号 那测试账号 给它哪一个账号进来之后 就注册好变My Account 有啦 我要测试 就直接Try for free 就是免费测试 当然你不注册 我试的结果是也是可以用 那至于差别在哪边 就没有详细探讨啦 你就直接Try for free 进来之后 就看到它的工具啦 第一个工具叫Click Up 就是清除物件 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工具之后 它就告诉你说 你的档案 你可以用拖曳进来的 或者点一下 去档案总管挑选 所以我们如果已经开启了档案总管 找到你要的图片 拖拉放就可以放进来 或者你点它一下 它会出现档案总管 让你去挑 然后开启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先示范 是拖拉放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里移过来 这时候它告诉你有个复制中 有没有Click 放掉进来了 你这张图片进来之后呢 右边是表示 你这个刷子的粗细 你可以调整 这里有一个undo 就是后悔啦 回复 这是下载 做好的图片就可以下载 当您移到图片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刷子啦 刷子的大小也就在调整 我们刷刷刷 这个不要 刷好之后 我要清除 就clean 就清掉啦 清掉啦 清掉之后 我需要把它下载 怎么办呢 清掉之后 你就选择下载图示 它就直接下载 到下载的资料夹啦 你点一下 就打开啦 这就是去除后的结果 我们实际上 到下载的资料夹来查看 这个档案实体已经下载给你啦 我们操作示范一下 输入这个网址 clickdrop.co enter之后 就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不用翻译 就关掉 出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我要注册 等下去 这时候我用 Google账号注册 哪一个Google账号呢 我要用这个 选好之后 注册完毕 变成my account 我try for free 我不要付费了 选择clean up 你的档案在哪里 一种是我在档案总管里头 发现这个档 我可以 还原 然后移动一下 把这个档案拖拉放 就放进来了 这时候呢 你可以 叉叉叉 插好之后 清掉 当然刷子的大小 是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 这个做错了 可以回放 就是回放 再回放 这是 回复上一个动作 这个呢 又恢复了 做好之后 我就可以下载啦 下载之后 放到这里 我点一下 是不是这个档案有啦 那我如果 返回 就表示就做完了 回到这里啦 还要不要再抓别的图来做 我不要 我选Clip Drop 回来之后 我这时候呢 Try for Free 我用第二个工具 我要把背景去掉 这时候 我抓的图在哪里呢 我可以点一下 刚才做好的图 放在下载区 我点到它 开启 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 背景去掉 好了 Down 下载 完成 看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 做完这两个之后 各位可以发现到 我移过来 到我的下载区 我有两个档案 一个 是还没有去背景的 这个 是去背景的 我们刚才已经 示范了 用CleanUp 去掉物件 用Remove Background 去掉背景 那Remove Background 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当你进入之后 选择这个工具 它有很多工具 那我是介绍了这两个 选择了Remove Background 这个工具之后呢 如果你图在哪里 我就可以挑选 假如我挑这个图 开启之后 这个图 如果你选这个 高品质的 就要 请你给钱了 那我不用 我直接选这个 好 我选这个 选这个之后呢 它就可以让你download 下载 下载之后 就下载成这个档案了 名呢 点一下 就看到内容了 如果你只要这个的话 你可以先用CleanUp 把它都清掉 这些边边的 杂项都清掉之后 你再去除背景 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本单元利用AI的软体 ClickDrop 去除照片的物件 及背景 这个是去除物件 这个是去除背景 所以有AI的软体 我们操作起来 更简单又方便 本单元到此告一段落 祝各位学习愉快